警方对东阁路一带的按摩美容院进行突击检查 在一条巷子里 广告灯箱上写着 刮沙 推油 洗脸 足疗 按摩请进 民警沿着楼梯往里走 发现按摩店里最显眼的就是这张大床 店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进行正规按摩 但检查中民警却发现一对来不及穿裤子的男女 在另外一家按摩店 暗红色的灯光之下 一男一女看见民警突查 马上假装若无其事地坐了起来 原来女子为了逃避打击 想趁民警不注意 将装有避孕套 润滑油等物品的包藏起来 但最终还是被民警给搜了 警方将20多名摄谎人员全部带回处理